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阿彌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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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找我過來,又不說什麼事 那麼想買什麼了導演 啊,是的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人要過來 報員的 你一會兒要準備好值得的這個案 我想他每這個時候也差不多了 你在這裡等我去看看 你怎麼會這樣? 過了人? 驚人大人 你好 你好 導演,你為甚麼弄我自己鬼馬路這樣? 嚴肅一點,我今天是以捕鳥人的心意過來的 沒錯,我今天是代表你一個廣大的蟹龍來捕鳥的 這麼厲害? 你也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你吃蟹的人 你看這些蟹,多肥,多好吃的樣子 但是呀,今天關於蟹的存在太多了 一時又說那些蟹龍餵了一些激素給你吃 一時又說它吃了鼻孕藥 還有呢,就說它吃了抗生素 所以你一定要幫我調查清楚 不然我就錯過了這些最好吃的時候 究竟這些傳言是真還是假? 沒有問題啦,導演 為了你這個口腹的問題 我一定會接下這個案子和你調查清楚 Hello,大家好 我是調查員黃老 剛剛認我們這位食貨導演的要求 我今天就要開始調查這個關於大雜蟹餵藥的三大傳言 說到大雜蟹餵藥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每一年到了吃大雜蟹的季節 這些傳言又會被傳得沸沸揚揚揚 但是這麼多年來,這個傳言都沒有一些確實的答案 那究竟大雜蟹是否真的用激素、鼻孕藥和抗生素偉大的呢? 傳言片講,查了先講 我們今天就調查清楚了 秋風喜,蟹腳肥 現在是肥亂鮮味的大雜蟹上市的季節 它更加進升為飯袋上一道格格不菲的美星 而而近來就有不少傳言 就說大雜蟹是用激素、鼻孕藥和抗生素養大甲 這個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也有不少人因此擔心 所以這些網友認為他們吃到的是激素蟹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吃到的這個蟹王有一股苦味 那他們從哪裏得知這個蟹王、發虎 就是由於激素引起的 據傳言所說 就是有一篇名為這個蟹龍爆料 龐蟹發虎就是激素餵多了的帖 那現在我就在這個搜索網站上面打這個關鍵字 去搜一搜這篇帖一探究竟 調查員根據傳言輸入關鍵字 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個帖 帖裡面說龐蟹在養殖過程當中 容易受到細菌、病毒、真葵及寄生蟲感染 在生存過程當中必須使用各種藥物 控制蟹的生長周期和病死率 這些蟹蟹都是低成本的成長激素 龐蟹被用了藥物之後 藥物並沒有完全被降解 藥物殘留在蟹體裡面 特別在內臟當中負責 使用之後就會有一種藥物的典型苦味 剛才看過這個帖上的東西 真的覺得它說得頭頭是到 就算是我作為這個科學求證節目的調查員 都會撐些信了它說的話 究竟吃了這個激素蟹 對我們身體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據了解生長激素主要生理作用 是對人體各種組織 尤其是蛋白質有促進合成的作用 開始激骨關節軟骨 同骨落軟骨生長 因此有增高的作用 難道吃了這些激素蟹 反而是其實好事嗎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人的這個骨頭呢 兩端有骨垢 在生長的時候呢 它不斷的長骨在不斷的長高 但如果這個時候出現了 生長激素的過度分泌 就會造成那長骨啊 長得很快 超長 青春期它可能就是巨人症 出現在什麼青春期以後 就說我們的這個骨頭 生長已經停止了 骨垢已經閉合了 這時候如果生長激素再高 它的骨頭就可能往橫著 它不可能縱向生長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會造成那種脂端肥膽 專家就說如果過多攝取生長激素 並不是件好事 如果成年人出現生長激素偏高 特別是停止化育之後 就會可能引起脂端肥大症 一些慢性疾病也都可能會導致增高 例如糖尿病,部分肝病,耳腺癌等等 哇,看來這個激素蟹 真的危害很大 我們一定要重視這個激素的問題 只不過之前這張貼裡面說到的這個觀點 又是不是對的呢 這個生長激素 是不是真的會直接影響這個蟹王法府的問題呢 為了這一次的問題 我們找到了台山市都復鎮魚養殖協會 王健鋒會長 蟹王法府和生長激素是沒有關係的 之所以有苦味 因為蟹的引直周期還未到 等它的引直周期到了 苦味自然就會消失了 王會長說如果大家吃到這樣的大閘蟹 不需要擔心 蟹王法府並不是激素造成的 這只是蟹農將幼蟹過早推入市場 哇,終於搞定了 怎樣了… 哇,專家怎麼說?蟹能吃嗎? 沒有,專家就說 這個大閘蟹的蟹王法府 不是因為激素的問題 只是因為這隻大閘蟹還未成熟 成熟之後這個蟹王便會有苦味 那就是說我們不能憑著這個蟹王有沒有苦味 來判斷他有沒有被人為了激素 是啊 也就是說他有沒有激素還是一個謎 沒錯,但是傳聞裡面就說 是吧,畏激素是為了推大這些大閘蟹 那又不知道這些蟹龍在餵蟹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下藥呢 那可能我們也要多走一次才行 這次就辛苦你了,走吧 哇,王先生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我們這個養殖場了 那我想問那些蟹在哪裡 在水那裡 在水那裡,咦?我看到那邊 有一個人在做事,他在做什麼 餵蟹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是用什麼治療去餵蟹的 用蟹 用蟹?那你們的蟹是從哪裡買回來的 我們這裡是生太陽值的 我們一般都是用大海撈蟹 用蟹來做治療餵蟹 這樣你們會不會餵激素給蟹吃的 當然不會,你看看一條蟹一物無債 你怎麼餵蟹 那我可不可以看看你們餵蟹的蟹嗎 可以…兩人和你走過來這裡 好…有 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裡就是養蟹的 我看到那邊有一個人在餵蟹 在做事 對,這裡是餵蟹的蟹 對,我們可不可以叫牠回來嗎? 可以 師傅… 師傅… 對,回來了…我們快點拿去看看 好… 原來真的用這些生生猛猛的蟹 去餵蟹 對 那我可不可以看看這些蟹? 這裡…你拿一堆蟹就可以看到 好… 黃先生,這些蟹真的很新鮮 而且看上去沒有混合任何的資料 對…全部都是天然的蟹 你們這裡就不會用蟹? 對…根本不可能用蟹 我們是純天然養蟹 其他人會不會用呢? 其他人用不用我就不知道 但我這裡就是餵蟹 調查員為了保持調查的真實聲 並沒有向黃先生說出調查的目的 不過他就發現這裡的大閘蟹裡面的資料 真的只是蟹? 並不見運有其他東西 那這一位黃先生的独門秘方 還是普通做法呢? 我們還是需要繼續調查 那雖然黃先生和我說 說他們餵大閘蟹的這些蟹 是沒有加到生長激素的 但是不排除其他的蟹籠 會將這個激素混入在資料裡面 或者有另外投放的可能 那如果蟹籠真的餵大閘蟹吃這些生長激素的話 在蟹的體內一定會有激素的殘留 那現在我就要買不同的蟹回來做樣品 再次檢測先 桌面上面的蟹 是調查員到不同的地方買到的 雖然同樣是大閘蟹 但價格就有高有低 最便宜的是30元 最貴的也要60元 那他們之中有沒有被餵了激素的呢? 現在調查員把樣品一起送到檢測機構做個檢測 經過一系列的檢測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一號樣品也就是單價為60元的大閘蟹 並沒有生長激素 二號樣品也就是單價為45元的大閘蟹 也都沒有檢測出激素 而三號樣品也就是最便宜的30元一隻大閘蟹 也都是不含生長激素 這次所有大閘蟹都沒有檢測出生長激素 看來我可以開大餐了 慢著 導演你也不要這麼心急 雖然我們這次送過去的樣品 沒有檢測出生長激素 但不代表所有大閘蟹都沒有餵過 如果你想知道最終的答案 我想還是要從生物學的角度 去看看用生長激素 吹大大閘蟹是否可行 先去看看 大閘蟹又肥又漂亮的蟹王 竟然用避孕藥養出來 避孕藥有沒有這麼厲害 為了防止大閘蟹病 蟹龍會濫用抗生素 我們又應該如何避免買到 這樣的問題大閘蟹呢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調查 我們就知道蟹王法庫 那些是沒有效率的 我們國家從來沒有批准過 可以用生長激素去餵蟹的 在市面上也不能賣 而從餵蟹的角度來說 生長激素對蟹是沒有用的 完全是沒有用的 甚至是有反效的作用 調查到這裏 我們就知道蟹王法庫 和生長激素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只是因為大閘蟹 還未成熟它的蟹王才會法庫 而等到它成熟了 蟹王的苦味也會除之而退去 而且我們也知道 這個生長激素是沒有可能 用來餵大閘蟹的 因為生長激素對於大閘蟹 這一種甲殼內的動物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作用 同時也會增加養殖的成本 所以這樣的做法 對於蟹龍來說 只是一個蝕款生意 雖然第一條傳言已經被證實是假的 但是關於大閘蟹被孕若偉大的 這第二條傳言是真的假的 我們接著調查 第二個傳言就說 大家最喜歡吃的是蟹王和蟹膏 有些蟹龍為了讓蟹王和蟹膏變得更多 就為這個大閘蟹吃避孕藥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真的嚇了一驚 首先是因為這個避孕藥是給人吃的 而且這個藥的作用 亦都令到今次的調查略險少少尷尬 究竟這個避孕藥裡面 是否真的有一種成份 可以令到大閘蟹的蟹王和蟹膏 變得大家所想這樣又多又漂亮呢 而這種藥又能不能夠給大閘蟹吃的呢 下面我們一齊來做個實驗 好了 現在在我面前已經放了兩個水光 而他們裡面都分別放了一隻大閘蟹 可以看到他們兩個都很生猛 另外我事前已經買了一盒避孕藥 等一會我就會把避孕藥硬碎之後 放入二號的水光裡面 看看二號的蟹會有什麼反應 就知道避孕藥對這個大閘蟹會不會有影響 就是這樣了 調查員很快就將已經把科粒狀的避孕藥 剪成粉末狀 並且全部倒入二號玻璃蟹 那好吧 我現在已經把這粒避孕藥硬碎了之後 就放在二號的水光裡面 我們等一會 就會經過三十分鐘之後 再看看這隻蟹會變成怎樣 而大閘蟹也開始在混有避孕藥的水裡面 連活動起來看上去非常正常 那經過了三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看看這兩隻蟹都會有什麼反應 那這個一號的蟹 反而仍然是很生猛的 我們拿出來看看 它還在手動腳動這樣 還有在這裡套緊拋拋 我都很怕它踢不到汗 那看看這個二號又是怎樣 剛剛在未到三十分鐘的時間 我已經看到這個二號的行動 這個速度已經是慢了下來的了 那現在究竟看它哪有變成怎樣 嘩 看到了 我們看到這個二號 其實它已經是沒有任何的反應 我怎樣移動它 都是沒有反應給我的 而且呢 都是沒有套拋拋的了 再看好這隻眼 都是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也是正常這隻二號已經死了了 那我又有一個疑問了 究竟這個大閘蟹是否真的不能夠吃這個避孕藥呢 還是這個大閘蟹的死因是另有原因呢 不行 我要去問一下專家先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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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做實驗那時候 給了一些避孕藥給這隻大閘蟹吃 然後它就死了 那大閘蟹是否不能吃避孕藥呢 你這樣想就是錯了 其實大閘蟹可以吃避孕藥的 咦 這樣說的話 那大閘蟹為何會死了呢 由這個環境變化和它患者過程中 很多因素導致蟹會死的 那你這樣說的話 即是大閘蟹可以吃避孕藥的 那這個避孕藥又能不能夠 令這個大閘蟹的蟹王變多呢 跟進化意義來說 大閘蟹是無疾追動物 被大閘蟹餵食了人 吃的避孕藥是無稽之淡 大家平時最喜歡吃的蟹王和蟹膏呢 其實蟹王和蟹膏呢 就是蟹的性善 假設避孕藥對蟹有效的 這樣會抑制蟹的性善發育 就沒有了大家最喜歡吃的蟹王和蟹膏了 原來這個大閘蟹雖然可以吃避孕藥 但這個避孕藥不單止不能夠 令到大閘蟹的蟹王變多 反而還會令牠變小或者沒有 那如果有些蟹龍不知道的話 又為了牠吃這個避孕藥 那又怎麼辦呢 你又想多了 用避孕藥會增加很多人蟹的成本 避孕藥一粒都需要六七元 假設在一萬元水域餵食 避孕藥作用的避孕藥的量 單單避孕藥的費用就是每個人蟹的費用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那原來這個避孕藥養大閘蟹 無論是從生物學上還是從成本上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避孕藥養大閘蟹的傳言是假的 那我們再反過來看看 之前的第三個傳言是怎樣說的 大閘蟹用抗生素的傳言由來已久 龐蟹養殖的正常密度 日本人每貌八百到一千隻 大部分蟹糖為了增加產量 可以去到一萬隻 令到水體雲族不堪 而且即使是狐蟹 其存活率也不過只有七成 而龐蟹就更加低 所以傳言就說 為了防止龐蟹患千毛蟲病等病 增加存活率就需要給龐蟹餵食大量的抗生素 傳言就說 這個抗生素是為了防止大閘蟹患千毛蟲病 究竟這個千毛蟲病是什麽病 我們馬上去了解一下 千毛蟲病就是一種寄生蟲病 千毛蟲是蟹包的左右 類枝蟲、罪束蟲、毒束蟲、中型蟲等 四種寄生蟲 通常寄生蟹的筋節、捕捉、呼吸系統 還有捕捉的無常 這種病是一種整件病的千毛蟲 一般蟹的水色過濃、肥的水體裡 都形成的 黃會長就跟我們說 千毛蟲病是周季河蟹 經常發生的一種寄生蟲病 多發生於唐蟹 無論是幼蟹還是成蟹都有可能被感染 由於河蟹放養物到大 下季頭膩過多 導致水過肥、有機質含量過高 從而誘發這個病 同時會長亦表示 雖然抗生素可以癌龐蟹的鮮毛蟲病 但現在還在用抗生素的蟹龍病不多 因為他們現在更多人 是使用國家規定的龐蟹專用藥物來治病 也就是說蟹龍是很有可能 為大雜蟹吃抗生素的 如果我們真的吃了這些大雜蟹的話 又怎麼辦呢 對這個問題 黃會長就表示 大家不需要過於擔心 大雜蟹對於水質的要求非常高 水質好才會釀出好蟹 蟹糖水位又高低 少量抗生素不起作用 大量抗生素會破壞水質 蟹龍會放藥來犧牲整個糖的大雜蟹 事實上2002年上半年 國家已經停止發放魚用的綠梅素 土梅素等等的抗生素的生產許可證 也就是說所謂的綠梅素超標 也要每天要吃上百斤才會中焦 原來是這樣 那我也放心一點 不過剛剛聽完黃會長這樣說 其實這種千毛蟲病是蟹很容易得的一種病 如果我們在市面上買到的蟹 真的有這種寄生蟲病的話 通過精煮我們又能不能夠安全地食用呢 我將這次實驗 調查員向養蟹場買了三隻 還有千毛蟲病的大雜蟹來進行這次實驗 現在我已經準備了三隻千毛蟲病的大雜蟹 他們都是在同一個養殖場的同一個批次拿回來的 等待我鋪灌了這鍋水之後 就會將它們放進去蒸 分別在15分鐘、20分鐘和25分鐘的時候取養 好,現在這個水已經滾了 我就要將這三隻蟹放進去蒸 調查員機器 25分鐘已經過去了 這三隻蟹已取養完 下面我就將它們去檢測機構 檢測它們還有沒有蟲在身上 經過25分鐘的蒸煮 三隻大閘蟹已經全部取養完畢 究竟大閘蟹的寄生蟲有沒有全部失活 調查員把樣品送到檢測機構 老師 我想問我們拿過來這三隻蟹的檢測結果是怎樣 這三隻蟹都是有蟲 全部都有蟲?蒸完之後還是有嗎? 蒸了15分鐘裡面的蟲是生蟲 但經過20分鐘和25分鐘蒸的就是死蟲 一般蟹的身上都有寄生蟲 各類的狂都有一些 如果大家擔心的話 要用刷子把它全身刷乾淨 然後再煮20分鐘左右 可以殺死寄生蟲 另外他還說這隻蟹在推出市場之前 首先要通過相關部門的檢測 才可以去到市面上銷售 如果大家在正規市場購買的話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 聽完專家說的這番話之後 終於可以放下這個心頭大石了 因為即使這個蟹籠會為病了的蟹 吃這個抗生素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所謂的抗生素超標 是每天要吃上百多斤才會中焦的 不過如果你懷疑這些蟹裡面 會有寄生蟲的話 那你就可以將它高溫蒸煮25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安全享用了 生活調查團提提你 養大雜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蟹籠會輕易餵大雜蟹 一些激素或者藥蜗 並且想要靠生長激素 或者被孕藥來吹大大雜蟹 或者它的蟹王這個講返 也是不靠譜的 而至於抗生素 雖然有些蟹籠會採取這個方法 幫大雜蟹來治病 但我們亦都無需擔心 因為我們每天吃用百斤以上 才會中焦 所以市民可以完全放心 購買市面的大雜蟹 盡情享用它的美味 相信通過今期的節目 大家都可以打消心裡面的顧慮 安心地享用這個大雜蟹 同時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提醒各位記得數下我們二維碼 加我們的官方微信號 獲得更多的資訊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太好了 下班了導演 我們快點去吃大雜蟹